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用喇叭和水炮轰鸣 中国船只封锁海域 西方公司在中国降低风险方面采取缓慢的步伐 印度的绿色能源梦想遭遇到煤炭的现实 太阳能供应链必须远离中国进行多元化 EDP警告 南美洲领导人对欧盟贸易协定发出最后通牒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用喇叭和水炮轰鸣 中国船只封锁海域 日本时报 南中国海正在经历日益军事化的局势 中国正在该地区的人工岛上建设军事设施 这是令人担忧的原因 因为全球三分之一的海洋贸易经过这些水域 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有可能干扰国际贸易 并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西方公司在中国降低风险方面采取缓慢的步伐 金融时报 由于北京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西方公司正在逐渐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种降低风险的趋势被视为一种较少敌对的管理与中国关系的方法 尽管一些公司如海之宝公司已宣布计划退出在中国的制造业 但大多数公司仍在考虑他们的选择 这些选择范围从部分撤资到延迟支出决策 以及通过仅专注于中国市场使其中国业务免受干扰的措施 一些公司采取了中国为中国的战略 他们的中国业务只生产用于国内消费的商品 其他公司正在本地化供应链 以减少对中国以外的原材料的依赖 降低风险的举措是由于对中国在关键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对台湾的潜在冲突以及美中贸易敌对关系的担忧 尽管公司正在寻求在更高风险环境中运营的策略 但大多数公司仍然没有替代中国的选择 印度的绿色能源梦想遭遇到煤炭的现实 金融时报 根据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 印度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雄心勃勃计划面临着重大挑战 尽管该国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正在增长 但由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场地的土地征用 电力系统的财务困境以及数百万人缺乏可靠电力供应等问题 这一转型变得复杂 此外 钢铁和水泥等污染行业的扩张 被视为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键 因此 奥里萨邦等煤矿区正在开设更多的矿景和发电站 这意味着印度在未来几年仍将依赖煤炭 太阳能供应链必须远离中国进行多元化 EDP警告 金融时报 EDP 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开发商之一 呼吁在从中国运输太阳能电池板到美国时出现延迟后 可再生能源供应链应实现多元化 这家总部位于葡萄牙的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米格尔斯蒂尔维尔·丹德拉德表示 为了加快向清洁能源的过渡 供应链需要降低风险 欧盟官员对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担忧已经提出 原因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中国公司在新疆主导多金龟生产 并被指控侵犯人权 南美洲领导人对欧盟贸易协定发出最后通牒 金融时报 巴拉圭总统圣地亚哥 佩尼亚警告说 欧盟必须在12月6日之前 与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 Mercocer集团达成一项长期拖延的贸易协定 否则南美国家将与亚洲国家进行谈判 虽然2019年原则上达成了一项协议 但由于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盟成员国 要求南美洲做出额外的环境承诺 该协议尚未生效 佩尼亚呼吁欧盟领导人 就是否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 这四个完全成员国达成协议 做出政治决策 模型可能会误导 我们对全球贸易影响的理解 金融时报 传统模型用于分析贸易的假设 正受到审视 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 他们无法准确捕捉全球贸易的实际影响 那些假设充分就业和无成本转换的模型 未能考虑到工作流失 和社区空心化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这些模型还倾向于低估自由贸易的成本 夸大关税的成本 因此 学者和贸易团体正在尝试使用替代假设 以更准确地了解贸易的影响 北约的11欧元风险投资基金 为国防初创企业提供了与中国不同的选择 金融时报 一家由北约支持的11欧元风险投资基金 计划投资于国防初创企业 以增强军事联盟的技术能力 并对抗来自中国的竞争 这家总部位于荷兰的基金 旨在填补西方初创企业 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资金缺口 因为他们缺乏北京提供的财务支持 该基金将专注于人工智能 太空和生物技术等领域 不会投资于武器 目前 拥有全球最大国防预算的美国 拒绝对该基金进行投资 波兰与乌克兰的复杂关系 金融时报 尽管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俄罗斯设法避免了G7对其大部分石油出口 实施制裁 G7原计划对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设定上线 以回应对乌克兰的入侵 但俄罗斯成功游说其他国家 阻止了制裁的实施 与此同时 波兰呼吁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 认为应该将重点放在自身的安全和稳定上 中国对世界银行的回应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计划到2030年 将其用于气候变化项目的贷款额度增加两倍 最后 得益于私募股权投资 法国知名餐厅集团Bagmama正在走向全球化 政府越来越担心 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 对于罪犯和恐怖分子利用人工智能 AI造成大规模破坏的担忧 将成为11月世界领导人峰会的焦点 英国官员正在全球巡回 以建立共识 警告有关不法行为者利用AI造成大规模死亡的威胁 唐宁街特别关注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 以及人类对AI失去控制的可能性 英国政府正在投入11英镑1360万美元 用于一个AI工作组 以在算法开发过程中进行测试 中国的蝙蝠女士发出警报 CE世代的约会趋势 你错过的五个周末阅读 南华早报 一一位被称为蝙蝠女士的中国著名病毒学家警告称 新冠病毒的另一次爆发极有可能发生 他认为病毒仍然存在于蝙蝠身上 并有可能再次传播给人类 二 香港时装设计师Barnie Chung 曾为杨子琼和邓小平的女儿等知名人物设计服装 他分享了自己在时尚行业的经历 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三 新加坡拥有一辆汽车的成本越来越高 购车许可证的价格约为10万美元 这个高昂的价格打破了中产阶级 个人拥有汽车的梦想 四 由于经济形势不确定 中国投资者正急于出售海外房产 全球大流行病导致房地产市场下滑 促使投资者变现他们的资产 5C世代在约会方面与迁徙一代有所不同 他们不太可能故意难以捉摸 他们更加直接和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图 并且更加重视关系中的清晰沟通 今日股市 亚洲股市大多下跌 即华尔街经历六个月来最糟糕的一周后 美联社 周一 亚洲股市普遍下跌 只有东京市场上涨 此前华尔街连续第六个月出现最糟糕的一周 美国期货和油价略有上涨 对中国房地产行业 美国政府关门 以及美国汽车工人继续罢工的担忧 正在影响投资者情绪 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 中国恒大宣布无法再筹集债务 导致其超过3000亿美元债务重组计划 可能面临危险 股价下跌了18.2% 越来越多的煤矿事故死亡 考验着北京在安全和能源安全之间的平衡能力 彭博社 中国今年发生了第二起最严重的煤矿事故 贵州省一条传送带发生火灾 导致16人死亡 这起事故对中国陷入困境的矿业 造成了又一次打击 该行业频繁发生事故 并面临日益增加的监管 政府正在推动增加煤炭供应 以避免以前曾对经济造成影响的电力短缺 然而 如此高的伤亡人数很可能导致更加严格的监管 可能减少供应并提高价格 台湾预计到2027年部署两艘新潜艇 日本时报 日本计划建造一支新的潜艇舰队 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海军存在 这些潜艇将作为对中国军舰穿越宫古海峡的战略威慑力量 并将用于其他目的 日本对中国在东海的侵略行为表示担忧 并希望增强自身的防御能力 这些新潜艇将是日本全面提升军事实力 提高应对潜在威胁能力的努力的一部分 拜登试图赢得太平洋国家领导人的支持 而所罗门群岛则放弃了谈判 未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在本周在白宫会见太平洋国家领导人 美国希望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接触 因为人们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越来越担忧 预计美国将提供基础设施资金和更多海上合作 并为库克群岛和纽埃新设大使馆 但是 由于所罗门群岛总理曼纳塞 索加瓦雷与北京关系密切 他将不会出席会议 这已经给谈判带来了挫折 他选择不参加这个非常特殊的峰会 我们感到失望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 预计太平洋岛国论坛的18个成员国领导人 将在会谈中推动在气候变化等其他问题上 获得更多支持 会议将于周一和周二在白宫举行 糟糕的啤酒和足球横扫 一个年薪11万美元的高管一周的开销 悉尼先驱晨报 一名年收入11万澳元的女性 分享了她的财务日记 其中详细列出了她的月度开支 包括房贷 电费 健身会员费 互联网费用 健康保险 家庭保险 汽车注册费 汽车保险 汽车维修费 Netflix 亚马逊Prime Spotify 水费 物业管理费 和市政税费 她还提到 自己使用了一张免稀信用卡 剩下33万澳元的房贷 这位女性表示 她目前对拥有自己的房子感到压力很大 这些日子 她几乎没有存款 她承认自己在度假方面花费过多 这是她从父母那里学来的行为 她提到 她把旅行放在了对公寓进行改善之前 但她很庆幸能够摆脱租房市场 并认为自己在购买公寓时 得到了一个好交易 然而 她表示 所有的账单和生活成本的上涨 使得存钱变得困难 拜登加强太平洋政策 小型库克群岛和纽埃 将设立美国大使馆 南华早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计划在周一宣布在库克群岛和纽埃开设新的大使馆 已向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展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增加在该地区的存在 这一关于南太平洋新外交使团的宣布正值拜登准备欢迎领导人来华盛顿参加为期两天的美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之际 两位高级政府官员在正式宣布之前向记者透露了有关大使馆的计划 但要求匿名 华尔街希望100美人的石油价格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华尔街日报 油价上涨引起了美国的担忧 经济学家警告称成本增加可能会导致美国人在餐馆旅行和其他行业上的消费减少 后果的程度尚不清楚 这增加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 他们正试图弄清未来利率的影响 较高的价格也可能加紧劳动力市场 因为低薪工人可能会对长途通勤三思而行 然而经济学家声称 与之前几十年相比 美国人对油价冲击的敏感性较低 效率提高和燃料支出占比的减少 意味着燃料现在在通胀调整后的价格比之前的通胀时期更便宜 然而价格上涨引起了美联储的关注 可能会影响消费者情绪和支出 中国开发商股价下跌最多自去年12月以来 恒大拖累 彭博社 中国房地产股份 包括中国恒大集团和中国澳元集团 在周一大跌 因为恒大取消了其主要债权人会议 并表示需要重新审视其重组计划 这一消息加剧了对房地产行业的担忧 开发商继续面临流动性紧缩的问题 中国房地产股份的政策驱动型上涨已经失去了动力 今年房地产股票指数下跌了三分之一 在中国贵州省一家国有煤矿发生事故 造成16人死亡 路透社 周日 中国贵州省盘州市一座煤矿发生事故 导致16人死亡 盘州市所有煤矿停产一天 此次事故是中国煤矿连续发生类似事件之后 当局宣布采取措施提高该行业安全性的结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